本以來汪小飛和大X的事情已告一段落 沒想到近日 這哥們不知是八家妖令多了 黃氏腦子短露了 親口承認還愛著前妻 此話一出 網友們不光了 正常來說 一個男人被女人反反覆覆侮辱 他的心態一定會發生變化 甚至會變成仇人 但汪小飛不會 他用自己的行動 詮釋了什麼才是真正的純愛英雄 近日 汪小飛和一位很有名的情感網紅聯絡 講述自己的故事 汪小飛透露不少X的現狀 其一 他講句進業不在台北處 已經跑路 疑似暗示他與大X以分居 其二 大X身體不好 孩子一直跟自己在一起 而自己也還愛著大X說大X是女明星 他需要別人來愛他 其三 他想和大X重婚 主播經查中表示大X已經在婚 汪小飛表示不在意 稱他們結他們的 當然 最核心的一點就是被問到有沒有了解到大X的態度 汪小飛表示兩人沒有聯繫 從對話中可以看出這番話都是汪小飛的一雙情願 不然也不會編輯到忽略大X再分事實 卻有內涵巨進業跑路 那麼巨進業的動向跟汪小飛描述真的一致嗎? 本月6日是大X生日 汪小飛和爸爸一起飛往台北 而巨進業並沒有再寫媒相 發布相關慶祝資訊 在X家的朋友圈中 也沒有看見他的身影 不少網友猜測他沒有在台北 再結合汪小飛曬出的與X媽共進晚餐的畫面 網友猜測巨進業不在台北的資訊 可能是透過帳母娘獲取 但僅從巨進業沒有為大X興生這一資訊 並不能草出說兩人感情玩源 從巨進業的近況來看他工作相當忙碌 就寫兩天 線上忙著更新廣告 線下也有演出活動 雖然從巨進業的行情想看不出 他到底有沒有去過台北 但好友的社交動態有透露一些信息 在9月末尾 巨進業的好友曬聚餐照 佩文青好友快要去台北 說他愛得狠心 與此同時 巨進業中秋前夕 在台北逛李心潔的畫展的照片也有流出 從照片可以看出 李心潔畫展日期卡在9月中旬到10月中旬之間 那他到台北的時間也在這個範圍內 更為重耀的是他的背包 有份詩稱巨進業背的包包是大X帶者造的 小X也有一個 祝他們一家人相親相愛快樂過中秋 之前 小X確實在寫媒相 小過帶者送的編織包 不過重量識相來說 與巨進業背的並不是同款 因此 很難確認巨進業的包是不是帶者編織的 不過 巨進業能在中秋前夕飛往台北 也足以說明兩個人感情很穩定 不然朋友不會說巨進業愛得狠心 而根據巨進業的工作安排來說 他10月中旬還有在台北的藝術展 到那時 可能就會有更多句巨進業與大X的消息流出 目前看他是兩地再跑 某種程度 其實跟當年汪小飛差不多 可能對於需要陪伴的大X來說 有些受到冷落吧 其實 單就句巨進業個人來說 他忙碌工作有利於擦身個人吃軟飯印象 擺脫恨妻嫌疑 此事 對兩個語言不通的夫妻來說 異地確實容易生辯 但無論如何 汪小飛這個前夫 不應該隨口一句想要重婚 就讓人聯想多多 畢竟他與大X沒有聯繫 自打去年 這對夫妻就頻頻佔據投榜頭條 雙方護師搞得娛樂圈烏煙瘴氣 作為母親的張蘭 曾多次站出來支持汪小飛 X媽和小X被罵得狗血淋頭 人切駕崩 可惜 再厲害的媽媽也駕不住有個傻兒子 即便帶X無數次傷害汪小飛 但他沒有放下 還深深愛住他 早在這個事情還沒有發生之前 汪小飛帶著父親和前將母娘 王春梅一同用餐 視頻當中 他親切地喊X媽為前將母娘 我們再一起是多麼的開心 鏡頭切換到王春梅這女 只見他穿著黃色上衣 面對鏡頭微笑 手直接放在汪小飛父親肩膀上 細聲細語 汪哥你也太客氣了 此前 張蘭就曾透露王春梅對汪小飛的父親很有好感 至於汪小飛本人也曾多次開師像母娘 如今這般態度令網友疑惑重重 汪小飛的精神是不是有問題 畢竟這個事情鬧得人盡皆知 如今他居然一往情深想要覆合 這也太狗血了罷 而在汪小飛表達了自己重分的想法之後 妄想出現了兩種觀點 一種認為汪小飛是個情種 離婚兩年了 還對大X念念不忘 還能跟前將母娘相處得如此又好 當初汪小飛在網路上開師 大部分時間都是將矛盾對準小X和居進業 對於大X他很少口出惡言 真正口出惡言的是汪小飛的媽媽張蘭 不過汪小飛和張蘭經常意見不合 汪小飛看起來就是個逆子 總之這一番爆料 在一定程度上給汪小飛 塑造出了一個癡情人切 另一種觀點認為 汪小飛是在胡說八道磅眼球 現在馬上就快雙十一 他是在造勢等著賣貨呢 其實汪小飛今年時不時就會搞點事情 由於觀眾實在難得搭理這些小打小鬧 所以一直沒有引起太大水花 此次汪小飛說想跟大X重分 說句進業跑了 確實試過重磅炸彈 大眾的注意力又被汪小飛吸引了 估計張蘭的直播間又能熱鬧好一陣 酸辣分的銷量也不用受了 汪小飛直播連密爆料之後 網友發現他又火速給另一位女主播冊禮物 還成為了綁一大哥 汪小飛對大X的癡情保測其未免也太短了 不過只要吸引到大眾的目光 汪小飛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了 其實汪小飛這一番操作狠調價 不說兩人已經離婚了 大X也已經再婚了 他寫過舉動給對方也帶來了困擾 大X根據進業結婚才一年多 兩人感情看著還在熱烈期 汪小飛越放不下越顯得廉價 而且當初他跟大X婚姻破裂 自己的生活也有很大問題 除非大X想不開 不言重婚基本沒有可能 而且汪小飛這邊表白是愛大X 轉頭下線又去吸網紅測禮物 整個人看著好象精分了一樣 這樣的情況下 誰敢相信他是真心想要重婚的 如今大X經紀人也回應打臉了 上來汪小飛是沒有希望了 面對有媒體報出句進業卷前跑路 大X身體抱讓危在旦直的說法 在汪小飛表白完重婚的想法之後 大X方面回應了 面對汪小飛的多次騷擾 大X經紀人也直言希望 汪小飛別以愛知名捏造不實消息 汪小飛說大X的律師一直挑撥他們的關係 經紀人也並不認同 而之前大X在訴了汪小飛跟張蘭 經紀人也稱大X維權的信念感很堅定 也相信司法會還大X公道 喊話汪小飛別一邊抵擾大X一邊示愛 利用公眾媒體以愛知名企圖干擾法庭審理 汪小飛再直播時說 巨進業已經跑了回韓過去了 暗示光頭不負責任 對大X照顧北街 自己想要重婚照顧大X 經紀人也給予否認 表示大X根據進業婚姻關係和無幸福 巨進業10月中旬還要舉辦話展 關於汪小飛帶著X媽經常聚會 經紀人則表示 雖然雙方離婚了 隨媽為了小孩子的權益仍保持有線溝通 汪巴難得來台為了汪巴進點地主之宜 無需過度解讀 對此 網友紛紛力挺大X認為汪小飛是不是有賣不動貨了 開始拉前妻炒作 而且巨進業跟大X目前感情看著確實沒手問題 從巨進業好友的社交動態可以看出 巨進業雖然這段時間去了韓國 但是依然有飛回台北跟大X相聚 巨進業的好友曬聚餐照 配文稱好友快要去台北 說他愛得狠心 與此同時 據進業中秋前夕在台北 《匡理心結》的畫展的照片也有流出 畫展日期卡在9月中 巡到10月中巡之間 那他到台北的時間也在這個範圍內 中秋節他們可能也是一起過的 並且大X方雲透露 已經拒絕了汪小飛的多次重分請求 否認據進業跑路傳聞 兩人目前婚姻和睦幸福 不需要汪小飛操閒心 最後還希望汪小飛 不要一邊詆毀一邊事外 人家分離 這事妥妥地打了汪小飛大臉 不知道張蘭漢到兒子被前夷 媳婦再次鞋落 會怎麼讓想 不得不說 汪小飛這反反復復的行為注實 讓人無法理解 他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難道他真是一個戀愛怒 亦或是這都事演出來 畢竟雙十一塊倒了 次大X與汪小飛開師以來 只要一有動靜 張蘭的直播間 就成為吃瓜聚集地 而馬六記的銷量 也是因此暴障 這似乎已成為一種必然 這次汪小飛的突然的自我 或許真心情流露 也可能是一種醜作的心模式 破開這些猜測 從汪小飛的角度思考 為了兩個孩子 他選擇重婚 也是情理之中 可這樣的行為 無異於自殺 畢竟大X的明星以臭 馬六記還需要生存 他是絕不可能做出這樣的事情 哪怕他願意 張蘭也是會激烈阻止 要說張蘭有這麼一個兒子也是淚 戀愛怒還是負不起的亞鬥 一喝酒總能把事情繳集 最後還需要張蘭來收拾 汪小飛與大X這場鬧劇 還是早點結束了 看多了也會讓人厭煩 為三觀的事情 留在自己家裡就好 也別讓這些事情傷害到孩子們 給錢安好 汪小飛和大X之間的因緣 情愁密集到 完全可以拍出一個系列了 兩人糾纏了十多年 婚姻生活一地皆無 離婚了竟然還能雞飛狗跳 也真是神奇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 歡迎點讚訂閱加轉發我 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